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林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钟了 今天还没有完成我的视频创作 其实上午出去拍摄了 主要想围绕房车取暖炉的终极改装 再拍摄一起 咱们房车炉子位置已经确定了 我想把它靠在卫生间跟原来坐边的位置 然后呢,烟筒的走向还是从中间的天窗出去 这样的话就需要把这个炉子一个上升 一个弯头,再一个上升,一个弯头 这样把这个分成几段 然后呢,这样炉子的炉筒收纳比较方便 然后呢,有了这样弯头吧 第一,位置,炉子可以靠边 位置比较不占用咱们的行走布局 另外呢,多几个这样的弯头走向的话 它房车会更暖和 主要是这个弯头买不到 又不想从淘宝上去买 因为淘宝一等就要等一个星期 甚至更长时间 就想找在,就想在默克当地 找一个白铁加工的工作坊 其实我们小时候这个工作坊啊 就是特别多 像我了解的什么周浴白铁加工啊 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实属没了 找不到了 就属于这个手艺已经断代了 老的那一辈退下来了 年轻人没愿意 没人愿意做这个 然后很犯难呢 我大概找了三四个小时 从我的客栈的位置出发 然后骑了三公里到桥北 就是你们原来视频看到老房子的位置 然后又骑自行车到那个44区 反正就是他们给我提供信息 我都去了 包括二道街都没有找到 这么能够手工炮制烟囱的地方 所以导致咱们今天视频呢 就没办法更新 因为你弯头没有 你之前录的这些碎片放在一起 都毫无意义了 所以只能在车里面陪你们聊聊天啊 我这几天一直在纠结 有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导致症的考试是定在11月的6号 按照每年的计划是11月6号 先进行比试 比试过了以后 一个月以后再进行面试 今天由于疫情的原因 可能这个事就不好弄了 要迟48小时的核酸去期间而考 而且比试跟面试没有间隔期了 等于说11月6号考比试 11月7号考面试 这就不太好弄 说实话 我比试我是有信心能过的 用心学了好长时间了 但是面试呢 一般间隔一个月的期间呢 面试再采集一些相关信息 然后再去 咱们没有之前经历过 毫无面试经验 这样两个连在一起呢 我心里面挺纠结 要不要去啊 第一 去核酸 二呢 7加2 现在管控挺严 第三 这个往返 坐火车 可能就得1500到2000块钱 你们可能也好多人铁粉知道我目前的经济状况 有点不舍得这点钱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 哎呀 其实我们的这个旅行社目前收到的相关部门的信息是不能接待跨省旅游就意思是说还是挺明白状态 所以这个很没有这些生意经济来源就是个问题 我也挺想走出去做自媒体 但是呢 现在自媒体这个流量跟收入啊 让我感觉到力不从心 所以也是很纠结 一直在思考 是从想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不走出去呢 素材又相对比较狭窄 你就在无论再如何深耕默合这个地方 但是呢 说实话 拍上这么多期了 我已经是江郎才进了 所以有些 有些那个老弟们 喜欢聊天的可以评论区给阿林出点主意 今天呢 是小云朵 出生的整一个月了 因为11月3号了 他10月3号 中午降生的 差不多这个时间 所以说我当爸爸一个月了 这一月呢 大部分时间都忙着拍视频 跟达默万西游赚钱了 做一个男人嘛 先解决这个 这些问题 这一个月还可以 拍视频呢 赚了那么个3000多块钱 然后 打默万西游 看 也赚了个四五千块钱 所以说七七八八有8000块钱嘛 挺幸费的 这8000块钱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是难的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嘛 钱那个东西自己去努力赚 花着踏实 靠其他的别的因素 有句话叫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啊 所以我还得努力 因为办公室都被两台车给占用了 空间相对比较狭小 好在我的车比较大 那就我把这台车就改成了办公的地方 我基本上是每天上午早早的四点钟就起来 然后打打游戏 然后赚一点这个钱 一两百块钱 然后呢 中午或者下午就去拍视频 如果是天气原因 或者是说有些景象需要上午拍 那我就早晨四点钟打完 到八点钟再出去 然后下午回来再打 挺宽敞的 确实够宽敞 座椅很舒服 然后我本身是个体寒的人 特别怕那种寒风 越热毛孔张开越怕 所以在这车里这个环境呢 更舒服 如果需要上下车呢 就把这个小木板放这 然后也挺方便的 来我们看这个车 H9 因为H9它第二排第三排 还是可以铺平的 它就变成我床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就是挺好 一个是我的办公室 一个是我的卧室 哎呀 不管生活怎么样吧 都要高高兴兴的过每一天 今天中午饭还没吃 先完成自己的工作 然后再去吃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